现在我是非常的愤怒 比刚刚好一点了 刚刚在那个乘客 女大学生取消我的订单的时候 我当时真的是该问候的都问候了 这个单我足足等了20分钟 这个乘客打电话跟我说 刚开始打电话说 叫我等他两三分钟三四分钟 我说没问题可以等 咱们平台呢 三分之内可以三分钟之内可以免费的 但是后面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 20分钟 后面我给他打了个三个确定电话 都说要来要来 然后在我打合通最后一个电话之后 没过了五秒 他给我取消了 而且我不是一直催他的那种 我是每隔五分钟六分钟 才会给他打一个电话 打了三个 就这样他给我取消了 找高峰 我今天出门的第一单 现在时间7点50 我今天7点钟出门 就为了他这一单等了20分钟 你知道如何破坏一个新人的心情 就是这样 不要觉得你们乘客打了个车 会付多少钱 什么超时等待费几块钱 但是你破坏一个人一天的心情 就能用钱买得到的吗 我现在7点都炸毛了 话得理不清楚了 但是我就想表达我的愤怒 以及谴责这位乘客 能有点企业精神好吗 还大学生 你大学是怎么学的 大学是连基础的做人都不会做了吗 今天发这个视频呢 主要就是想吐槽一下 不然我今天这一天的火 我是真的是发不出去呀 闷在心里面的 坐在车里面也不能跟别人说 那总不能跟下一个乘客说嘛 给人家带来这个心情上的负担 但是可以发到网上 希望大家真的是可以做一个 有契约精神的人 负责任的人 咱们第一次师傅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都等了20分钟 你不来就不来嘛 你直接给我取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